哈嘍大家好,It's me,阿洋,Nexon推出的第三人稱打寶射擊遊戲 The First Descendant,第一繼承者,在實際上最高同上人數來到26萬人 這款遊戲到底有什麼魅力咧? 幫你啊,肯定是幫你吧,看看幫你多可愛啊 可愛就算了,看看那個屁屁,還有那終極幫你,兇啊 而且再加上那個兔兒,兼具可愛跟性感,God damn good 這讓我想起劍行喔,韓系遊戲果然色色不受框架 什麼政治正確犧牲角色外貌,沒有那回事 就算是一開始的御三家角色,女角也是給你滿滿的性感 直接中間開動,水啦 就連劇集上面的引路人,每個人的屁股都是翹到不行 逆說逆說逆說說,能不玩嗎? 可惡,對,我就是那麼膚淺 我玩了十多個小時左右之後,我就氣流了 欸,是的,就是那麼膚淺 通常我們遊戲老實說,一般來說都是通關才來做一個評論 但這遊戲嘛,我只能說很可惜,我真玩不下去 所以你要靠北我膚淺的評論,我也全然接受,沒問題 因為我就說呢,本作算是成了服務型網游最糟的範例 人氣很高,但只得到了褒貶不一的評價 單純只是因為內購的微教一坑錢嗎?也不全然是這樣而已 這種射槍打寶型遊戲,我有小玩過Wolfland 我玩更多的反而是天命2 這款遊戲有滿滿的Wolfland跟天命2縫合的感覺 只是這遊戲的設計出了什麼問題 於是,遊戲老實說就是 當一個人開頭說,欸,我老實說,就是準備要靠北了 那麼,幹話時間到,Let's check it out 首先,這遊戲的背景世界觀在英格里斯這個類似地球的地方 100年前的大戰,人類輸給了另一個世界的生物,巴格斯 甚至世界還出現了巨神,摧毀了一切 但人類找到了被遺忘的先覺者的力量,準備開始反擊了 而這個繼承了先覺者力量的人類,就是所謂的繼承者 在人類最後的基地阿爾比恩,各位扮演的繼承者們準備挺身而出 這些繼承者是超華麗的新人類,有類似先覺者一樣的身體素質跟模仿能力 我們繼承者跟巴格斯領導,一同爭奪先覺者的遺產,鐵之心 從這裡開始了遊戲的序幕 先說到這,背景世界觀其實很不錯 設定夠科幻,但是很可惜的是,由於劇情過於Hardcore 再配上劇情摻雜一堆特殊名詞 加上其實劇情非常脫細,所以其實你很難理解到底花生什麼數 但至少過場動畫可是高畫質演出 與其說是高畫質呢?倒不如說過場畫面非常有誠意 開場玉三家,還真的有人選其他兩位嗎? 假如有,那我真敬佩你是條漢子 我們還是來說說這遊戲到底紅什麼 能夠在Steam上最高同時來到26萬人 最大特色當然是那個高畫質 還是免費遊玩,甚至還是多人合作玩法 像Wallframe已經是2013年了,天命2則是2017年 當然啦,這兩款遊戲都非常經典 但時間畢竟過去一陣子了 透過Uefy引擎開發的本作,這個高畫質開發的畫面 當然瞬間就引起此類玩家的注意 當初我天命2也是玩得很開心 因此當然這款遊戲馬上就入了我的眼 不得不說這高畫質的畫面,遊戲竟然還是免費 這還能有什麼好挑剔的 比起Wallframe那過於科幻的審美觀 或是天命2那歐美風,實在好太多了 而且還有很多時裝什麼的可以買 但是我覺得能夠紅的原因之一是 相似度 這款遊戲也會跟Wallframe還有天命2有太多相似之處 遊戲玩法就是連線打槍合作打寶 那玩法非常類似 所以非常好上手,血液成本也夠低 當然啦,有人說這樣不就縫合怪嗎? 像是Wallframe的戰甲武器製作 甚至任務、遺物系統 天命2的槍械子彈跟技能系統 武器磁條跟套裝系統,我不太確定 我瞬間有印象的是全境封鎖 甚至那些人型BOSS打起來 也有全境封鎖那種苗頭把彈夾清空 然後怎樣也打不死的神奇超限質感 系統是縫合怪是缺點嗎? 也不完全是 這種東西就是運動會理論啊 你跑步人家也跑步 你游泳人家也游泳 你能說人家超你的嗎? 不行吧! 源頭都是RPG的那些打寶系統嘛 但就是因為這些好系統 讓這款遊戲非常好上手 也可以瞬間讓這遊戲熱度上衝 再來就是槍械手感 我個人覺得挺不錯的 但我朋友就認為手感不好 回饋感沒什麼特別的 但可能是主機的關係 我是用PS5玩的 而我朋友則是用PC XBOX我就不知道了 那PC因為是用劍屬控制嘛 可能手感就是那樣了 但是PS5則是得利於自適應扳機 所以衝鋒槍我打就是輕微震動 突擊步槍或是機槍就是比較大的震動 具體槍之類的則是扳機比較重 手槍的聲音不但好聽 扣下去的重度也輕 有感受手槍的輕盈感 而且加上我們邦尼是個高速角色 技能放下去跑起來 電人啦、高速移動啊 順的咧 手把的震動回饋感 對於一個免費遊戲來說 甚至這個射擊感我更認為 沒什麼好挑剔的 絕對是讓你可以喜歡這個打槍的感覺 好嘛我說完三點了嘛 畫面好 經典打寶系統 射擊感運動戰 每個都不錯 欸你可能說 阿陽這遊戲不錯玩啊 怎麼會玩了十多小時汽油呢 你是不是沒玩到精華 欸我想應該不太可能吧 不如我們換來說說看 這遊戲的設計出了什麼問題 竟然來到遊戲設計面 最重要的當然是戰鬥吧 刷寶戰鬥佔了90%的遊戲時間不為過吧 可能還更高喔 但它是一個繁瑣無聊的搶戰 遊戲裡面有很多的任務地點或是副本 但這遊戲的模式很簡單喔 第一種 打Boss 遊戲內有空洞模式 裡面可以打巨神這種Boss 在時間限制內你要攻略不同的Boss 欸打Boss沒問題嘛 但是一款有技能的遊戲 戰鬥中的迴藍幾乎少到不用算 打起來不夠爽快 子彈還有限制 高威力子彈也幾乎少到撿不到 那沒關係看Boss設計嘛 Boss都會有不同的技能 不同的打法 像是Boss絕美者就有種凝視時間 就要做好極限輸出跟躲好場地傷害 Boss筷子手比較通常一點 基本上就是躲好他的近戰攻擊 找好掩體就行 縱火狂就是另一件事情了 那雖然說場地都幾乎長得一模模一樣樣 但這還算OK嘛 畢竟是Boss挑戰 而且Boss數量以一個剛開放的遊戲來說 說多不多 但說少不少 那第二種模式 跑副本 打Boss 地上有很多任務地點嘛 所以會有很多地形 其實場景Boss還不錯 路上有很多小兵 基本上咧 就是Sama 往最後的地點跑然後打Boss OK 另一種Boss戰 這設計的超神奇 一般來說Boss就是打一打會進無敵 但是這些Boss輕易設進無敵的方式 就是掛幾顆小球讓你來打 三小五 掛氣球是哪招 瑪利歐賽車嗎 瑪利歐賽車的氣球Size吧 輕易設設計機制只有這種 那第三種模式 最簡單啦 殺小怪 有很多種任務要你完成 但是分一下 只有幾種 站在圈圈裡面殺怪 或是有一個圈圈 但是不用去管 去殺怪 或是把怪殺光之後撿東西回去 不然還有站在一個圈圈內 把怪殺光 任務就這樣了 對於一個需要大量農寶的遊戲 遊戲任務機制只有這樣 怎麼玩得下去 那第二個遊戲設計問題是 繁瑣大量的打寶升級 欸 農怪打寶遊戲嘛 大量的去打寶來升級物品 很正常嘛 本來這遊戲我第一天還推薦朋友來玩 玩了三天就跟朋友說 啊 不玩了 因為這遊戲抄了天命2 卻抄了皮 卻沒有抄到其中的精髓 遊戲要農素材 沒問題啊 但是不論是天命2的群聚封鎖好了 濃度都是恰恰好 這種恰到好處的濃度才是讓玩家進入精神實況物的毒藥 不管是Wolfman天命2全境封鎖 都是高速刷寶 簡單直觀 但本作就是非常糟糕 我要刷一個繼承者的素材 要找到哪個任務哪個地方 雖然有提示 但是超級麻煩 再配上我還要跑酷跑任務流程 跑完到了後面等待我們的事 打氣球 嗯 Boss的三顆氣球 我在想什麼遊戲打寶做的最好 The Eyebrow吧 打小怪都可能有精裝 但這遊戲打小怪沒獎勵的啊 我只能打氣球Boss才有獎勵啊 那也還好吧 反正前進也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本作的刷寶 只有種被刁難跟拖時場的感覺 某些任務啊 想農東西還得等幾分鐘冷卻 壓垮我這個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掉率有夠寒絲 想做個武器做個角色 都要你去解鎖掉圖的關卡 偏偏掉率有夠低 3% 手遊SSR 10連抽都有5%吧 不要說3% 20%的一開始角色弗雷娜 臉黑起來我打了10場都沒掉 那既然這種被刁難的不行 玩法上又有夠單調 怎麼會有再來一場的動力 製作組很明顯操作了玩家的心理界線 最後的設計問題 差強人力的內構 遊戲內有各式各樣需要升級的項目 包括裝備、防禦、攻擊力、武器配件等等 反正數不完的一堆東東 要不你就花時間刷寶 或是刷卡付費嘛 那有什麼問題買 哪次不買 武器裝備什麼的倒是還好 最影響遊戲體驗的是角色 因為不同的角色不同技能 可能會有不同的打法 加上你角色還要練等 所以你賣武器沒差 好歹讓我玩多點角色吧 那既然終極邦尼那麼可愛 直接買好了 結果呢 換算台幣約3000塊 一個角色3000 我沒看錯吧 一款3A大作都不用花到3000吧 未來本作的商城中 肯定還會持續更新更多美型的角色 但是3000塊真值得嗎 我只有直觀的感受到 這是款打寶遊戲 只是你是寶廠商把你當寶打而已 好嘛 那最後結論吧 我說我們膚淺嘛 就是喜歡這種賣射為主的skin skin射的是真的射 但遊戲的本質做成怎樣呢 單純為了做而做的劇情跟過場 不夠人性的UI 多人遊戲 但其實也不需要配合大家各打各的 這遊戲設計問題很多吧 雖然我好像是在靠北這遊戲居多 也許靠北太多你各位不信 哎呀我老實說 我是真心希望這類遊戲可以成功 因為這類型打槍打寶免費多人遊戲 目前都是做在手遊居多嘛 在console game上面 真的很少這種免費又高畫質的遊戲 我希望這類遊戲可以成功 就能讓大多有創意的廠商 不需要只是歸在手遊而已 在console game上面也能賺錢 這些手遊上有創意的廠商 在主機上一定更能發揮拳腳 只可惜啊 本作第一繼承者 遊戲的本質就是沒做好 那以NEXON的尿性 能夠把這種服務型遊戲後續搞好嗎 目前不怎麼樂觀 盡待後面的發展看看吧 好的 本期遊戲老實說就到這了 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